昨天高雄鄰園爆出果園有女嬰被棄失 甚至肚子期待都還在 警方用監視器去追了300輛車 追出了女嬰 她的父母親 原來是一對還在讀大學的小情侶 男生21歲 女生19歲 他們說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懷孕多久了 都沒有去產檢 是女生突然間肚子痛 生出小女嬰 實在太慌張 加上他們說孩子生下來就是死胎 不曉得要怎麼處理 才會把小孩 裝到黑袋子裡再去丟 不過現在看在檢警眼裡 還是疑點重重 所以檢察官他們要再赴驗 釐清死因 生前就已經沒有呼吸了嗎 在原檢的健庫下 男子的頭低到不能再低 女方則是全身包緊緊 他們狠心將剛出生的親生女兒 丟棄在偏僻果園裡 警方擴大釣魚監視器 清查近300輛車 發現十二號晚間九點多 兩人共騎機車 到了高雄市鄰園區清水沿路一處果園棄嬰 在犯案現場待了十分鐘 女嬰的生父為二十一歲 謝姓男子 生母為十九歲 許姓女友 兩個人就讀不同的科技大學 他們向警方公稱不知道自己已經懷孕 再加上孩子出生後沒了生命跡象 不知道怎麼處理才會棄嬰 不過警方持保留態度 要等待檢察官釐清確切死嬰 由於南方本來就是林園人知道清水沿路少有人煙 才會選擇地點犯案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沒想到十三號就被果農發現屍體 根據瞭解 兩個人目前同居一個月回父母家一次 父母都對子女犯案的事情 感到相當震驚 而目前檢方正在覆驗當中 要釐清楚 女嬰究竟是死後才被棄屍 還是死前就已經被遺棄了 將依遺棄屍體罪 或是遺棄致死罪送辦 華視新聞參謀局 許富天 許溫男 高雄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和我們一起週登公司 允根 就是 綜藍